不少运动员喜欢把自己的身体当化 不用刺青表达其信念、所爱或个人风格 尤其是棒球、篮球和足球等从平民阶层发展而出的运动 刺青文化往往象征潮流 有时也因为刺青的要价不便宜 所以能代表身份地位 贝兹上周在左臂刺上冠军Logo 纪念小熊睽为108年的世界大赛冠军 却闹了个大乌龙搞混皇家与小熊的冠军Logo 图取自小熊官网记者CaryMaskat推特分享 小熊明星内野兽贝兹Javier Pace 在今年春训他秀出左手臂上的刺青星座 为了纪念去年夺下队史回为108年的世界大赛冠军 贝兹把小熊对回年份奖杯等元素组成的Logo 直接刺上身 只不过后来被人发现似乎是篡改到2015年皇家夺冠的Logo 也多了些意外超取 汉米尔顿身上有26个图腾 每年前MVP汉米尔顿是大联盟著名的刺青客 欧星社分享 每年前MVP汉米尔顿 Josh Hamilton除了拥有大起大落的棒球生涯外 另一个让人印象深刻就是手臂上漏在球衣外的刺青 他年轻盘利奇曾泡在刺青店前后在身上刺了26个图腾 虽然打球时会穿戴护具或四分之三袖遮掩 但是依旧无法完全掩盖住 伯奈特整条左手刺青热议 退一名头伯奈特曾因为整条左手的刺青热议 欧星社分享 台湾球迷熟悉的羊鸡前巨炮及昂比 左手臂刺有巨大骷髅头 欧星社分享 其他有明显刺青的打者 还有羊鸡前巨炮及昂比 Jason Jamboy 左手臂刺有巨大骷髅头 和老虎前三雷手音级 Brandon Inge 将两个儿子的名字刺在左右手 投手的刺青往往比打者 引起更多关注和争议 最被台湾球迷所知的 就是羊鸡前先发投手伯奈特 A J Burnett 他从蓝鸟转队羊鸡时 还因为整条左手的刺青热议 但巨船上面的土疼 他太太也有 不过若说到最多刺青的投手 非得提到今年7月 被天使释出的牛捧投手 尼勒 Justin Miller 身体 手臂和手指都自满 被要求投球时 得穿上掌袖训练衣在里头 原因是刺青的色彩太缤纷 会影响到打者看球 推荐阅读 战神爱佛僧中自最显眼 鸟人全身像条刺盘 生死有命 复国犹天 足弹贝克汉刺青最著名 虚崩 穿上来